河密中插路三段158河明天在15月連續10天的大火期間 明天為手上上去 經過公訴水利會跟廣府共同會掩置後 柯林總有水利會在年底前受限告發 不過鄉親這期因為水利到嚴重頭空明天下去 鄉親也沒年底明天後方已經頭空上去 中插路三段158河明天幾面遺寸都在水利高中 剛才發生的東西沒做成另外一種夢 柯先生阿嬤說三十年的老廚將來也沒想過 站在旁邊的遺寸會因為水利高透空地基來倒去 何必代表林玉琴基村 近前邀請管戶水主署公訴和水利會會扣 柯林總有水利會在年底前進行告發四天 但依照無情漏機透空的情境 加上風台規制來臨 鄉親根本沒辦法再到年底 所以由請油管單位加速辦理作業 讓鄉親最基本的基礎安全 鄉親來報告 報告說這條膏已經差不多要整個月了 那頭像我們的九號法頭像不一樣做 這樣做成現在連線的雨下去 所以一直放著一直放著 這其實人們都有在住 它會在透空去是很危險的 我希望水利上水利火 或是醫管單位 我趕快來處理 免得說他廚房要出來就很危險 萬不利發生醫院看要怎麼做 簡單的 如果八條門補旁 可惜阿嬤說 只是希望可以走漏機的透空速度 因為阿嬤沒從水利火的角度看起來 其實他們站的地方全部已經空心 補旁根本沒辦法走漏機 又繼續因為大火來透空 別說年底 強行這個夏天他們每天都必須多在驚慘之中 新中華新聞港台金何必彩虹報道